稍微複習一下上禮拜最後兩個範例 Core一開始的範例 那時候好像剛剛剛好有一些同學離開 所以順便複習一下 上禮拜我們是用剪貼的方式把它剪下來 這裡我們就不用再剪貼了 我們直接用Git 我們用Git Chrome把所有的範例 Core的所有官方範例通通都抓下來 那這樣子就抓下來了 你可以看到裡面有 應該是這個Examples 那我們就可以進去看一下 應該是這個Git的所有官方範例 上禮拜我們主要第一個看的是 當然是Hello Hello World 這是我們第一個看的 那它的程式碼 很短 就app.use 然後list.body等於Hello World 這樣子它就會回傳Hello World 那我們直接在這邊執行一下 這一個Hello的程式 好這樣子它就執行了 它沒有回應 因為它本來就沒有回應 對不對 那我們要怎麼用它勒 就是 就Localhost Localhost等一下 是3000 好 那結果就是Hello World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程式的原始碼 因為它在body裡面塞了Hello World 它的回應就是Hello World 那如果你沒有設回傳的檔案類型的話 那它應該就會自動認為是文字檔吧 才應該是這樣 對 看起來是自動認為是文字檔 好 這是上禮拜的COA的第一個範例 好 這裡範例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有趣的語句 這個語句是if not module.parent 然後app.vism3000 這個句詞的意思是說 一般來講我們不是最後如果要設計一個模組給人家用的話 是不是用module.export等於那個模組或物件的名字 然後傳回去就可以給人家用 但是呢 這裡 這句很好用 什麼用途呢 因為 有時候我這個模組可能會給別人引用 但是呢 如果它沒有給別人引用的時候呢 我希望它又可以獨立執行 那我要怎麼做呢 就是 加上這個if not module.parent 就是 如果這個模組沒有副模組的話 也就是說它不是被別人引用的話 那 它就直接執行 後面的這一段 ok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我是用別人引用這個app 那 那 它不會執行這一段 如果是 呃 它 沒有被別人引用 那它就會執行這一段 ok 那這一個是一個很好用的技巧 所以時候各位可以記下來 非常好用 好接下來呢 我們再看第二個範例 這個第一個範例 這第一個範例 剛剛看完了 好 來 按第二個範例 第二個範例呢 我們應該看的是 上禮拜看的是 欸 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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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 就是 它現在這個node harmony harmony這個是比較舊版才要加的參數 現在不用加了 直接打nodeapps 點js就好 好 那這裡有個readme 那我們 就可以看readme 或看其他檔案 我們來試試看 好 我現在先切 好 我先切到 Stream file 好 那這時候我們再用這個 欸 找不到 為什麼呢 因為它沒有那個檔案 它要有那個檔案 你就看得到 所以你只要把檔案給丟進去那個 對應的資料夾裡面 它就看得到 這 程式碼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 程式碼 按一下原始碼 好 一樣喔 就是引用core 然後引用檔案系統 好 然後再來 它會需要做一些路徑的連接 所以就加上pass 然後呢 他說app.use 這個pass跟上面這個pass不一樣 這個是模組 這個是變數 那 它就是 DIR name 代表說 我 這個程式所在的資料夾 是DIR name 那如果你希望取得 你實行程式當時的資料夾 不是這個程式所在的資料夾 你應該用process.cwd 然後呢 CWD CWD 是CWD 目前的工作目錄 OK 這兩個 資料夾 是比較常用的 那 DIR name 是程式所在的資料夾 CWD process.cwd 是你啟動 執行你的指令的時候 所在的那個資料夾 這兩個不太一樣 好 然後呢 它去取得 這個 路徑所代表的檔案狀態 那如果這個檔案 這個東西是一個檔案的話 那它就把 Type 設定成 EST name EST name 是這一個 has.est name 這一個 函數 它 它會取得 那個檔案的副檔名 比如說 以剛剛的這個副檔名而言 它就是 點 MD OK 那 如果你今天是點 JS 那它就取得 點JS 點HTM 這樣 好 那所以你只要把這個東西 設進去之後 其實 它的那個 回傳的時候 它的 型態就不會有問題 其實這 背後還有一點動作要做 因為 HTTP協定背後 有一個叫Mime 的東西 多 多媒體檔案類型 那 可是 你只要在這邊設定的時候 它會自動幫你設定好Mime 所以你不用管 給各位看一下 Mime 這 是當初 從 郵件 繼承下來 從郵件 的部分 用 用 繼承下來的 那 通常 純文字 它會是 要傳回Test Brand 然後 網頁的話 要傳回Test HTML 然後 應用的話 譬如說 SHTML 就要傳回這個 影像檔 就image 什麼影像檔 那可是 在這裡呢 因為那個 Core的 部分 它會自動幫你設 所以你就不用 不用 那麼 那麼 嚴謹的去設 但是你還是 最好設一下形態 那 根據副檔名來設一下形態 這樣會比較 不容易 出 檔案格式錯誤的問題 那接下來呢 它用 FS.create restream 就是 建立一個讀 讀的串流 對哪一個東西 建立讀的串流 對PASS 你傳進哪個PASS 那這通常 對應到一個檔案 對應到那個檔案 你就是把它讀進來 然後 就傳回去 可是 有沒有 有些人會有疑問說 那這個為什麼 不直接把它讀進來 之後變成 一個字串 然後再丟回去就好 問題就是 你這樣寫 對Server來講 是比較好的 因為它的壓力比較小 如果你 把它讀成一個字串 再傳回去 對Server來講壓力很大 什麼壓力 記憶體壓力 OK 因為 如果你是使用串流的方式 傳回的話呢 它會自動做緩衝 它通常 譬如說它使用4K的緩衝區 那它永遠就只有4K 那所以 當它傳回去的時候 它只會再用記憶體4K 當4K用完的時候 它會再繼續讀 再傳回去 但是如果你今天呢 是整個檔案讀進來 那如果那個檔案有5G 那你完蛋了 你的伺服器會掛點 所以你不能夠 最好是不要 整個檔案讀進來 除非你確定那個檔案很小 那就沒有問題 你確定那個檔案很小 如果你不確定那個檔案多大的話 你最好不要整個檔案讀進來 再丟回去 好 好 那這個是 呃 剛剛的 這一個 應該是說 靜態檔案伺服器的範例 好 那這裡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是 這裡用了IOD 好 那我們上次有說過 這個IOD 你暫時就把它當成 皮卡丘的10萬伏特 因為 它背後的機制有點複雜 我們要講的話 很難讓各位懂 所以你就把它當成 皮卡丘的10萬伏特 它 在Core裡面 只要是有回呼的函數 然後呢 你 去使用的時候 就 要用IOD 可是 這裡有個問題 它現在這裡所使用的 有回呼的函數是 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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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沒有包成 上次我們講的 那個 concurrent 就是 包成 那個IOD 的形式 那 我們如果今天 使用它的話 我們得自己包 自己包裝 這個 state 函數 所以它包在哪裡 包在後面 你看 state函數 它做了一件事情 它其實就只是呼叫 FS.state 但是呢 它傳回的時候 是傳回 已經 已經 包裝成 函數的 版本 用 已經 包裝成 回呼函數的版本 那這樣子的話 它就可以使用IOD 那這個是 比較 這一個程式裡面 比較困難一點的地方 就是這一個包裝 會比較不容易理解 但是 之後你碰到有回呼 你就可以這樣包 暫時你不用 不用急著去了解 你可以回家去了解一下 但是 我們在課堂上 我們不急著去講這種東西 因為太複雜 太複雜 好 OK 好 那有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繼續看其他的例子 其實這裡有很多很多的例子 那譬如說 錯誤 通常 你如果是一個網站 那 有 要回傳錯誤訊息的時候 那我們來執行一下這個404的範例 它會 它會傳回404檔案找不到 有沒有看過這種 訊息 如果有的話 好 我們 那我們 一樣喔 在 有沒有 它會傳是 patch not about 那 看一下它這個 是 是 htm 只是它沒有寫 頭也沒有寫尾 尾 就直接寫p了 OK 那 這是 在大部分的瀏覽器是可以辨識這種東西啦 但是 如果你要建立一個真正的網站 最好是寫完整 不然 有些瀏覽器它就是不認識 就會有點麻煩 所以 最好是寫完整 不過這裡 為了簡單起見 它沒有寫完整 好 所以這個你看 它顯然呢 這個 list.accept html json 那 它顯然可以接受 html 所以它就會傳 html 的型態 給對方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的是 html 的版本 那 如果 是json 可以接受json的話 傳回json 那否則的話 又傳回json 文字 那這個版本是這樣 就是 它其實就是那個 404 網頁找不到的 那種 那種 處理方式 範例 好 那這是 另外的例子 關於網頁找不到的 關於網頁找不到的 那每一個都有 它 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把 這一些範例 現在就去執行一下 然後看一看 那像這一個 basic aus basicaus 這就是在做認證 做認證 那 所以你可以參考一下 你看它有用到aus 然後呢 這邊 app.use aus 那 這個就是 以這個例子 我想應該 它會要你輸入密碼 tj topic 試試看 這個叫做 baseaus oh 沒有安裝 coa baseaus 直接在這邊裝 試試看 在這邊裝 它會裝在哪個資料夾 看一下 嗯很好 它是裝在上層 所以沒有問題 好 所以這樣我們就可以用了 好 這下有了 那我們就進去看看 你看說 Use aus 然後呢 好 我們就 再錄一下 這個 這個字 我真的不認識 這是什麼意思 那 他 401 所以現在是錯誤狀態 是401 那 這裡有認證嗎 目前沒看到認證啊 好 這個範例 照理講應該是 要我輸入帳號密尼 但是他現在沒有給我帳號密尼 但是他現在沒有給我帳號密尼 所以這個認證 得再看一下 他得真正用 好 ok 所以 這個例子 我們執行的結果是 不確定他到底怎麼執行 好 再來看一下幾個 接下來的例子 blog 這應該就比較大一點的範例 比較完整的大範例 那他再做一個網誌系統 開 這裡就用nodeindex.js 然後他說沒有module codeview 所以我們這時候又要安裝 codeview 打錯了 好 ok 裝好了 再執行一次 喔 又沒有code 欸 照理講這個模組應該已經有一個package.json 我應該不需要這樣裝 來 試一下 這裡有沒有package.json 有欸 有欸 這樣就好 ok 好 既然有的話我們就一次裝完 免得待會他又一直提醒我們要裝這個要裝那個 好 好 ok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你待會可以先試著mdm install 然後再進去執行範例 好 那這樣有了之後呢我們就進來看這個例子 這個是網誌的範例 那他這種寫法是傳統的多頁式寫法 多頁式寫法是怎樣呢 就是 比如說你這樣點 他這個網址會改變 ok 他這網址會改變 那他會跑到一個新的頁 那我 我就這樣子 然後按create ok 你看多了一頁 回去讀就是你那一頁 那這是一個非常 沒有經過像boostrap美化過的網誌 但是你用boostrap稍微給它美化一下就很漂亮 ok 那就 ok 那 你也可以 就是 在這邊 你可以講 new post 他好像就new 可以回去 然後 讀任何一個post ok 所以這個例子其實應該還蠻完整 那 只差沒有美化而已 你可以看一下 這一種寫法 比較 對各位來講可能會比較不容易懂 為什麼呢 因為他牽涉到了 裡面還有view 就是這種東西 還有live 我們稍微看一下 你看他有使用了live裡面的random 好 這是一種標準寫法模式 就是寫多頁的這種 網頁應用的時候 一種標準的寫法模式 他會採用樣板 那 什麼是樣板 有興趣的話再進去看 我們 這學期不會對樣板著墨太多 因為我 現在寫的都是單頁應用 因為我覺得多頁應用 速度比較慢 然後呢 喔 就是 寫起來也比較複雜 可是事實上 傳統式的多頁應用 還是有他的價值 所以 這個例子還是蠻值得參考 好 那你看到這裡 他用了render 還用了call out 然後呢 你看到他 如果 碰到根目錄 你輸入是根目錄的時候 他就列出所有的貼文 如果 他是post new 就是 入境是post new的話 他會 跑到新增那頁 你看一下 有沒有 這裡就是post new 他就跑到新增頁 然後呢 如果是post 但是後面不是跟new 是跟著一個代號 那就會 執行show這個函數 ok 如果是 碰到post 但是後面沒有跟東西 那就執行create這個函數 那你可以看到list add show和create都在下面 list add show create ok 那 他做什麼事呢 list 他 呼叫render list 好 那問題是 render list 到底做了什麼事 這裡說posts 這就是所有的貼文 目前他所有的貼文 就放在一個陣列裡面 可以 看一下 有沒有 所有的貼文 他又放在一個陣列裡面 所以這個程式 有沒有用資料庫 沒有 那 你關機之後 他還 剛剛po的東西還會在嗎 不會 所以如果 你有興趣的話 你把它改成 把資料庫塞到MangoDB 那下次開機的時候 你再 一樣從MangoDB去查 就把這些通通都改成 放到MangoDB的 或從MangoDB查的 那 你的東西呢 就不會因為關機而不見 ok 那 為了簡單起見 他這個範例 直接放在記憶體 沒有放在資料庫 這樣做 是不對的 因為你一關機什麼都不見 可是 這樣簡單 所以 他用這種方式來做示範 所以 Render List Post 這個 後面有一整個大參數 這個傳進去 這個傳到哪裡呢 會傳到List 這個樣板引擎的樣板裡面 這個樣板程式的樣板裡面 待會兒會看到它的樣板 那這邊也是 它會傳到New這個樣板 就是 用New這個樣板來呈現 這個是用Show這個樣板來呈現 然後這邊呢 是用 就直接轉直 這個Create 直接轉直 Redirect 就是轉回根目錄了 已經建立一個新的貼文 就轉回根目錄 那我們 先看一下這個 New 先看一下New 再來看List New在哪裡呢 看一下 在View底下 它有一個New.html 這就是它的樣板 那 在這個樣板應該是使用 有一個樣板引擎叫SWIG SWIG 那你會看到它的語法 你會覺得不好懂 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 我會說這個東西 對各位來講會稍微困難一點的原因 因為你要先懂它的樣板 的寫法 那 以這個例子而言 它會先去繼承Layout.html 然後再繼續擴充 然後它會顯示一個標題 在blocktitle裡面顯示一個標題 在blockcontent裡面再顯示一個這樣的內容 那這裡會有一個標單 那這個標單 那這個標單 各位不知道還沒影響 因為這是上學期的事情 HTML裡面用phone 然後我用什麼input這些東西的話 它是不是會顯示 顯示那個可以輸入的區塊 然後我們會打字 這就是標單 那它這裡標單有一個action 這個動作呢 它把它導到post 也就是說 當我按了這個送出的時候 它會傳回去給伺服器 丟到post王子 這是剛剛那個例子 你看喔 我現在這裡 我在new這裡 然後 然後呢 一旦我按了這個create之後 它會導回post王子 但是很快 你可能會看不到 然後它又再導回去 因為它post成功之後 它又導回根目錄 你看不到 因為太快了 看不到它 他post成功 導到那個王子 post成功 馬上又導回根目錄 所以這裡其實有多做一個動作 你沒有看清楚 那這個部分 待會你可以仔細再看一下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個layout.html 到底是什麼 因為它既然繼承了layout.html 我們就得了解一下 這裡有layout.html 它是一個這樣的網頁 它已經CSS套好了 所以格式才沒有很醜 CSS都套好 然後呢 它這裡有一個block content 就是內容的區塊 然後呢 內容區塊 這裡有一個block title 就是標題區塊 透過這個內容區塊 標題區塊 另外呢 那我們剛剛那個 那個new 它就不用再重寫 它直接extend layout.html 然後就可以把那個標題區塊放這裡 把內容區塊放這裡 它自動會嵌入到剛剛那塊裡面 OK 那這種是樣板引擎 這是Suite的樣板引擎 那再看一下 像這個list 這個list就會比較複雜一點 因為什麼呢 它會有回籤 你看 它寫 for post in posts 對於所有貼文 然後呢 我把post的title放這裡 然後呢 這裡 超連結上是post的ID 你如果點這個超連結 read post 那它會 它會 跑到一個新頁 這個新頁就是那個post ID的新頁 我們稍微執行一下就知道 我現在點這個連結 有沒有看到它是post0 在下面 post0 好 它會把它抓出來 那如果我今天點這個 就是post1 這就是post ID ID就是目前正列的所影子 好 所以呢 它這裡 就 有一個超連結 點進去 你會跑到那裡 那現在講的東西呢 開始又變複雜 一旦牽涉到 這種網站的範例的時候 就不會像我們 學期初講的那麼簡單 所以這個你要去試 你待會要去 努力的想辦法理解它 你才東看看西看看 你之後才會有點概念 你如果只是聽我講 你不會有概念 那你看不懂你就問我 OK 好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OK我們整個程式範例 大概就差不多 你看完list看完new 其他都很類似的 你看layout 這就是剛剛那個 引用的 被引用的 你看show 這個就顯示 就顯示 然後所以 new也是顯示 只是new new是可以填的 那個show是不能填的 就只是單純的顯示 ok 那 那 所以這裡 會牽涉到這種view news的這種就是有樣板的寫法 那所以透過這個例子 你可以去學習這種有樣板寫法的程式怎麼寫 好 這一個例子我覺得寫得很清楚又很好 可是他使用了一個樣板 我想應該是swick 我看一下 是不是swick 嗯 live render 我們看一下live render live render renders 用callview 對 然後map htf 用swick 對 那這個swick是什麼呢 swick 不是這個 欸對 這個才是 swick 一個node的可擴充javascript的樣板引擎 好 然後你要用npm installswick save 就可以 就可以安裝 其實加不加save無所謂啦 save是 存到你的package.json裡面 它會自動去修改 那你可以建立你的樣板 然後呈現你的樣板 ok 那這是呈現的結果 好 那你可以用下載 下載到瀏覽器裡面用 你也可以直接用node npm 安裝之後使用 那這是swick的部分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就 不講太多 我們讓各位接下來 去把剛剛我所執行的那些程式 都執行 執行 弄懂它到底是怎麼設計 好 那這個是 哎呦 今天是5月4號 所以 我們得弄個5月4號 好 ok 那我把 幾個 剛剛所用到的網址 先給各位 第一個就是 core的專案 網址 第二個是 core的裡面有一個 esample esample 網址 那你可以 直接用git 去把它clone下來 然後再去執行 那git clone完之後 記得先用npm install 去安裝它需要的套件 然後再執行 會比較順利 那接下來 你就可以看 我們剛剛所看過的幾個例子 看過的幾個例子 一個是 第一個是 第一個是 hello 一個是hello 第二個是 第二個是 Stream 往串流 再來第三個我們看的是 404 第四個看的是 BaseOS 這個BaseOS 好像執行了沒結果 算 第五個是 Blog 這Blog 就 滿完整 所以先看到Blog 這裡一下